小王子 一 我六岁那年 在一本描写原始森林的名叫《真实的故事》的书上 看到过一幅精彩的插画 画的是一条蟒蛇 在吞吃一头蟒兽 我现在把它照样画在上面 书中写道 蟒蛇把猎物无人吞下 嚼都不嚼 然后他就无法动弹 躺上六个月来 消化他们 当时我对丛林的奇妙景象 想得很多 于是我也用彩色铁笔画了我的第一幅图画 我的作品 他就像这样 作者在列税的时候 看到书上描述的 书上写得有点夸张 一幅一幅插图 一条蟒蛇在吞吃一头猛色 这次画的 他看到书上有一条蟒蛇在吞吃猛色 然后 他就与此为想象 画了一幅图像 就是 有点像帽子的东西 就是他画的 其实是 满舌吞死大象的画 但是比这个要 车向一点 这个是吞死猛色 然后这个是吞死大象 我把这幅杰作拿给大人看 问他们 我的画 图画吓不吓人 他们回答说 一顶帽子怎么会吓人呢 我画的不是一顶帽子 我画的是一条蟒蛇在像画大象 于是我把蟒蛇肚子的内部画出来 我让这些大人看得明白 他们老是要能给他们解释 我的作品要好是这样的 确实比这个图画 作者想象的图画 比这个书上面 真实故事上面图画要 可爱一点 还不是那么像 那些大人 劝我别再画蟒蛇了 甭管他是剖开的 还是没剖开的 船不丢开 他们说 我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地理 历史算术和语法上 好 就这样 我才六岁 就放弃了辉煌的画家生涯 作品一号和作品二号都没能成功 我泄了气 那些大人资格什么也弄不懂 老是要孩子们一笔 别得给他们解释 真烦呢 大人们叫他 嗯 不要画画嘛 说学这些课程 我们是 书上 学校里面 都是 组织的这些都是这些课程 没有绘画课 我只好另外选择了一个职业 学会了开飞机 世界各地我差不多都飞过 的确 地理学对我非常有用 我一眼就能认出哪是中国哪是安利商那 要是业里迷了路 这会很有用 就这样我这一生中 跟好多耶稣的人打过好多教导 在那些大人中间生活过很长时间 我仔细地观察过大人 观察下来印象并没有好多少 要是碰到一个人 盖上去头脑 稍许清楚些 我就拿出一只保存着的作品一号 让他们看试试看 我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能开动 可是人家总是回答我 这是一顶帽子 这时候我就不跟他说什么网色啊 原始森林啊 星星啊 都不说了 我就说些他能听懂的事情 我跟他说乔牌 高尔夫 政治 还有领弹 大人们对这些感兴趣啊 他做着还保持一份童真呢 想把你写的话给人家看 律师大人觉得很高兴 暗示了这么一个同情达理的呢